就是我是小郑的那个守护神 他特别大比什么都大 小朋友就觉得这好大 这是一个巨大的守护神 第二章是我是小郑的唯一的狮狮子 那么我们因为前面很大嘛 守护神是这么大 然后这是小郑的唯一的狮狮 又变得更大半张画面 第三章的时候 唯一的守护神就变成整个画面那么大 小孩就会被吸引 到第四章的时候呢 他们一定会觉得应该是 只有一只眼睛更大 结果翻过来之后发现 他是一个镜头问题 他的样子比猫还小 因为会这样举来举去